就是这个石神人面相 咱都知道他是在击散 咱也知道从网上图片看不出来 善人处地网上一瞧 至少得七八层楼里高 咱也知道这个人像好像貌似 似乎是埃及法老哈佛拉的肖像 有点心虚不能确定 些许奔放点可以把它看作 让到古埃及守护地狱之门 那个谜语人谜语神谜语兽 斯芬克斯 毕竟他狗趴在这儿吗 咱也知道他趴在这儿得有四千五百斤 毕竟看十字这种桌子吗 总之很明了 谁见了埃及第一次网上哈佛拉 什么时候见的 四千五百斤 为什么见啊 人黄之种啊 行了 本期至此结束 各位可以吸水了 那当然是不可能 我为什么来的 各位为什么点看的 咱这个系列就致力 语不经人死不休 我畅想浪 穷奇奔放 看似前面三点 板上钉钉的考古结论 但并非无限可记载 一个一个说 叫着在埃及这个地 叫上古文明留下的文明墓碑 这个观点 一个一个给他推 咱也说这个石神人像 得人像 他不说了吗 是埃及人黄 就是法老啊 哈佛拉的小小 那肯定是给自己立个榜 那意思就是 我一是英明 地位显赫 气吞山河 凶快宇宙 肉身一死 英灵不朽啊 再一看 的确和他面相几分相似 但你不能说像 就一定是他 咱就当是他 我就一个问题 你这也是人黄啊 怎么个尊贵啊 怎么狗怕在地啊 对不对 你解释不通啊 天神至下 万民至上的身份 你怎么跟个狗呢 你哪怕是四脚上的 昂首挺凶的 仰天长孝 也对得起 你人黄的气质 对不对 当然了 这是我吐槽 埃及的古人线上 就没有一条 提到哈佛拉界了 那行 那咱不讨论他谁见了 这人脸 也不是哈佛拉 那有时候 他是斯芬克斯 这行了吧 这么一听 从形象 从他的属性 还真差不多 这边一个典故 斯芬克斯之谜 并不是斯芬克斯 他真是之谜啊 而斯芬克斯 你别管在上古 他是守哪个路口 还是守哪个维度 而是要过这个路口 你必须要回答 他的一道谜题 不然他不让你过 答不上来都不行 他弄死你 在希腊神话 他手里是吞败城 在埃及城 他手里就是明界之门 按理说 埃及古神给他分配任务 就是守护阴阳法界 绝不能有生人 随意肚死 能给串门似的盗阴界 但是这个斯芬克斯 他浪了 下界之前 不是跟那个知识女神 密伍斯学着点花活 感觉自己 这个知识被下了界 之后肯定逆天了 所以就拿妄图去阴间人 学以之用啊 那意思就是 嘿 你这渺小人类 咱这学乌务车 踩锅巴斗啊 一度干货 但是没地儿时 鞭血死了 按理说 我绝对不能让你过去的 见得你弄死 但是我给你个机会 回答我问题 答对了 我就让你过 现在心里面讲 就咱这学 你怎么可能打得上来啊 所以对于这些人类的 必死的局 就是为了说 所以斯芬克斯 这个属性往这一立了 对照吉萨金萨群 这个尸身人面来讲 承接神话属性 他是作为一个守护 作为两界入口的守命员 作为法老地下英灵的守护神啊 他说的过去 问题在于 他翅膀呢 对不对 斯芬克斯的确有这么一号神啊 虽然是个恶神 属性记不在案的 他有文献啊 这尸身人面 狮子的身体 人脸都对得上 翅膀呢 你哪怕做一个浮雕刻在身上 也算有啊 这古神话 对斯芬克斯统一的形象 都是老鹰 人脸 尸身 这么极具代表性的翅膀 你不跟他说 他怎么飞啊 怎么上天去汇报啊 对不对 而且你非要说 当年雕刻工他偷懒 那行吧 咱就这么认了 但是按照他的属性 他守个金字塔作甚 要说他是守护法老地下英灵 法老的遗体 又不搁在金字塔里面 他搁在帝王谷 你应该去帝王谷 门前守着啊 对不对 再说了 古神话也没有哪一则 准确提出斯芬克斯 守着是明鉴入口啊 即便是明鉴入口 也不贪他守啊 你当阿努比斯是吃干饭的 要你在这守啊 对没错 阿努比斯才是 埃及正牌的阴神 而且阿努比斯 他不是守门 甚至谈不上守护 他指的那叫啥 守望 你别看就差一个字啊 区别可大了各位 守门只是在那看门的 最多算个检票的 守护那算是保安吗 最多算是警察 有暴动我才上 平行混乱 但是守望 那可就是暴死 规则制定 拥有体制运作机制 最高修改权利 并且在我管辖范围 按照我的规则来 哪怕有一个月去 我一个眼神 你就灰飞烟灭了 这叫守望 你再看这个狮身人面 他的姿态是不是在守望 你别看他脸啊 看他梗着脖子 仰了两天 脸朝震动 正对着太阳升起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狮身人面 他就是阿努比斯 不是斯文克斯 更不是法老 那可能有人问了 这阿努比斯下半身没毛病啊 这是个狐狼脑袋啊 这话问到点上去了 你就看这个实相 你就看这个图片吧 我都不用说 你看哪儿别扭 我不知道各位啊 反正我第一次见 就是什么玩意儿啊 这是什么作风啊 什么比例啊 这脑袋咋这么小的呢 不愧是古代粗糙的建筑 头身比例差这么多 没有审美的 但转念想 这个规模 这个大小 刚才不是说吗 身高度七八层楼啊 身长才就不说了 这个号工放在这 矗立在这 就当是四千多年 表面风化 咱都可以理解 所以在当年算 这个头身比怎么做那么财啊 和其他的建筑 咱就不说金字塔啊 这壁画呢 小雕塑 包括法老这些棺果 就这个比例对称的设计 黄金分割的审美 简直就是隔额不入 但你再看阿努比斯 在埃及上古神话的传统形象 这个姿态 这个座派 下半身绝对是一毛一样 所以呢 现在明科有一套揣测 最初这个实相 它本就是一尊 阿努比斯和乌狼的实相 井上之头 舞羊之手乃狐狼 最开始谁敲凿 谁设计的 不知道 过了多少年 不知道 知道的就是 肯定不是咱是个寄元人类 所以沧海桑田 到了哈佛拉这一边 他一看 或者纯粹就是为了剪线成的 或者是为了修复这个狼头 也不知道在他那是掉个耳朵 还是掉个鼻子 人类都还掉个鼻子呢 这有东西 肯定不全乎了 所以这也算是上神啊 不能那么放着 这对神灵不敬啊 对不对 所以咱给他修复一下吧 这修饰修饰 转进一想 跟他直接把他改成我的模样 直接借上神的熊子 给自己来个史诗级的礼榜 但是男修男的这个石像 他是整个石灰眼啊 你不能拿泥巴往去去沾啊 你只能往下去敲啊 实在没招了 把这个狼头敲成个人类 完之后没办法 这个头身比差太多了 不上眼 但架如说他又大又硬 整个了嘛 可流芳千古 就这么招吧 所以针对这个石神人类 他是谁 他不是法老 不是斯文格斯 原先他就是名神 阿努比斯神 所以呢 要真要阿努比斯这个神灵 在地下标商 这哈佛拉埃及第四王朝 第四位法老 离现在的确是四千五百多年 但不是他建的 是他改的 咱现在命题是 他什么时候建的 这可有个说了 各位 其实吧 咱从发现 研究 各类揣测 直至现在成为 上五一一的交点 也只不过 到现在一百年左右 你咱信 往前属一百年开外 咱别说研究它 我说看不见它 它本是埋在地下 紧露个头啊 这不大漠吗 这过往里 游客注意力 紧盯着旁边的警察 哪都不正眼瞧咱 后来有些人感觉 这个头不简单 往下挖挖看嘛 这一挖了不得呀 这下面可真是暗藏拳击啊 咱现在看到的是 这么挖出来的 当年可用了漫长 十一年才挖到底 而且就看这个石像 这个成像 这个状态 你咱现在科技高度 咱就不说了 就说咱现在整个人类 活跃了地表生态时段 就在这个地界 你想敲出这么一大坨 整个的石像 做梦 做什么梦呢 很简单道理 到了咱这个纪元 吉萨高原 它是撒哈拉沙漠 那就是我说 咱这个纪元啊 你在地表 沙丘之上 就找不到这么大块的石头 更别说精准测量 前期的筹备 而且科技线也对方好 首先就现在 你合着地表 你看全球没有一尊 比这个还大的 我说整个石头造出来 请注意审题啊 不是拼接的 再者说 民科分析啊 你看我一直说 民科分析 民科分析 这个民可不只是平民啊 他说这个石像 通体上下 你仔细看 你靠近了看啊 通体复满了 从上到下 那个水溜的 什么水溜的呢 小时候都读过水滴石穿了 他这个应该叫做水溜石痕 这一道道满身都是 你不敢想象 当时建造的时候 这网工石像 它为了美观 特意设计的 这上面 包括下面底座 一看都糟糕了 要不就那种波浪文 这明眼人一看 就长期泡在水里面 暗流有那种给挂出来的痕迹 而且覆盖面之大 痕迹之深 可以见得这个石像的经理是啥 旁边的金塔都没有啊 所以至少可以证明 旁边的吉萨金塔 和这个石神人像 它不是同一时间建造的 那有人可能会说 四千五百年的雨淋吗 水滴石穿吗 这个石像讲 它不会这么深 这相比周边 撒哈拉沙漠的 雨水清湿情况 它完全不是一个等样 外加那个极为不靠谱的碳石子 我知道有人要拿碳石子来说事了 相信科学吗 对不对 现在科学检测这个实质 它就是公元前两三千年 我是不信 虽然咱这个不懂啊 毕竟咱是碳基生命 碳石子检测也被称之为 生物历史之言 对吧 请注意这两个词啊 碳基生命 生物历史之言 所以这个碳元素的衰变 是和生死挂钩的 要说这个石头 它不是石灰岩建的吗 石头是有生命吗 哪怕这个植物木材 它有光合作用 这个碳石子说白了 就是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射取的 这个东西 你别管它是个什么东西啊 一死了 它就没有交换了 它体内的碳石子 一开始衰变 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的确通这个方法 可以测验骨头 木材 但是你说拿石头的 我和说这个话人是无言无仇 但为什么要把我当傻逼呢 再说了 就算是古生物像骨头了 书本画 这也属于木材啊 它这个碳石子 五万年也就放完了 超出五万年 你都凑不准了 所以恐龙什么什么灭绝了 谁能告诉我 所以说等说这么多 它到底是什么简单 刚才说了 撒哈拉沙漠 是咱这个纪元看到的 吉大高原的景象 但是按照现在地理气候分析啊 上岛一万两千年左右 那可谓的让石一发热带雨淋 气神乱石 找这么大块石都不难啊 而且你要看埃及上路神话 也就再往前倒五百年 这是那些太阳神拉拉 风之神书拉 大地之神盖部 天空之神努特 当然这都上出来啊 往今的时候 荷鲁斯 赛特 奥西里斯 包括这个阿努比斯等等 正是这些埃及神活跃的年代 有低级的人啊 有啊 这些神话就是他们写的 正是所谓的人神共存 黄金时代 而石神人灭 正是在这黄金时代建造的 再往下我又把这个话题 往高地挑了 说的就是石像 那水溜的水痕啊 侵蚀痕迹 一方面是史前击撒雨 长期雨水冲刷所值 大概五千年了 临了又赶上大洪水 上帝的人类清洗计划 不禁让我想象这种画面 浩天的洪流 已然把地表给装满了 那真是一片汪洋泽国 而放眼望去 没有一处招脚的地方 却在这没有地标 没有坐标 一望无尽的海平面 某一处却看到了一只 狐狼的头 其实澎湃的海水 若一若现 苍穹笼罩 乃是变山雷平 当然 咱现在人类没赶上 然后他可以接着往后说 这个洪水过后 万象更新 你不管是诺亚 魔奴 杜卡利红 阿拉哈西斯 当然诺亚是最有名的 圣经里面诺亚方舟吧 总之就这么一号人啊 当然在埃及 埃及没有提过大洪水 所以没有这么一号人 人不重要 主要是说这个事 还真有和洪水招边事 是埃及到咱这个纪元 后世 这么一个大祭司提到的 他们这个国度的先祖 是亚特兰蒂斯 亚特兰蒂斯怎么玩呢 这不沉入海底的呢 那不还是大洪水灭的 对不对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诗生人面相 和旁边的金塔 是侵蚀程度 它不一样 别说洪水过后的 新一代埃及人类 大范围里见到金塔 不只是金塔 还有空中花园 奥里皮尔斯神像 阿尔特米斯神秘 摩索拉斯王林墓 罗洛岛的太阳神铜像 亚历山大灯塔 外加胡夫金塔 这都知道了 世界七大奇迹 哪个世界呢 还得按纪元来算 是上个阶 你以为大洪水馆 就到咱这了吗 没有啊 远人呢 所以呢 随后送我预告啊 想知道又过了多少年 到咱们这 这些年发生什么事 承载的知识体系 这个世界观又是怎么样 以这个尸身人面 作为中心坐标 这个文明 不能叫文明啊 上不上下不下的 总之 跟在这一届留下了什么信 你比如说 石像头上一个暗门 脚下往地里探 还有一道神秘的墓穴 更甚至相传 它这个石像爪子下面 暗藏上个纪元的文明大眼库 还有智慧之神 透特留下的催秘录等等 反正这一串 可以慢慢讲 先丢出这一期 看看反响 各位 最后感谢各位的点看 咱们不是 分枪